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直看门道 我是安祖哥 经过古早年代球赛以后 本集要带大家回到现代的球赛 今天安祖哥要带大家看的一场比赛是 发生在11月6号台中洲际棒球场 富棒汉将出战中信兄弟的比赛 比赛来到四局下半的play 没错我就是要讲周思琦 死里逃生的那一个play 当时四局下半中信兄弟队进攻 场上局面一人出局 一三类有人 一类跑者是周董 周思琦 三类跑者是詹皇 詹子贤 打者是黄金大炮 王军生 这时候王军生急出中外野方向高飞球 富邦汉将中外野手调侠圈 林哲圈接到球之后马上长传回来 看起来像是要抓三类跑者詹子贤 不过站在中间做cut的一类手范锅城 他发现周思琦已经启动 想要趁船上二雷 他立马当机拦截这个球 传给不畏二雷的游击手李中贤 此时周思琦发现 被抓到要被夹杀 只好挣扎一下掉口的一类 而游击手李中贤追出来之后 再传球出去给站在中间的范国城 周思琦看到范国城接到球 只好带折返跑往二雷 原本局面看起来周思琦差不多要被抓到了 结果...结果... 就在这个moment 二雷竟然没有野手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三类手 新元曲跟周思琦在赛跑 看谁先到二雷 就在千军一法之计 周思琦竟然死里逃生上到二雷了 这个play如果看重播 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三类手新元曲 开曼进去不畏二雷 但是实际上 这个play他原本应该是 站在二雷后面不畏 避免抱穿球的防守者 而非站在垒包上 做夹杀的主要球员 一般来说 做夹杀的play是 三个人一组 两位防守球员 先各自站在一个垒包上面 然后有第三位球员 作为发动夹杀者 当这个负责发动夹杀的球员 开始追跑者 逼跑者往其中一个垒包前进之后 他就把球传给 那个垒包上的防守队友 此时这个发动者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传到哪个垒包 他就要往哪个垒包 跑过去做补位 途中要避免在垒线上 撞到跑者 形成妨碍跑雷 这时候垒包上的防守球员接到球 开始冲去追跑雷者 如果发现还有段距离 就先逼跑者往另一个垒包跑 然后再传给那个垒包上的防守队友 然后他也一样要去那个垒包上做补位 这个play来说 打者黄君森这球打的不算钱 虽然中尾野手林哲勋 背力非常强 但要抓到脚程不算慢的詹子弦 还是有难度 而范国城做卡斗转接的动作很标准 不但是站在中尾野手林哲勋 跟补手张靖德之间的中间点 在做转接时发现 原一垒跑者周思琦偷跑 他立刻就改变策略 改抓一垒跑者周思琦 同时二垒手王政堂 当时也自动跑去一垒做不卫 并且还不忘用手势提醒 范国城传二垒 而范国城传二垒之后 并没有往二垒跑 反而是跑到周思琦后方 取代原本不卫一垒王政堂的工作 而李宗贤接到球追出来抓周思琦的时候 后面二垒就闹空城了 周思琦之后再掉头跑二垒 然后发现二垒没人 于是拼了老命狂冲 而原本应该是要站在二垒后面 预防暴船的防守者新元旭 这个时候想要再赶过来 就慢了一步 让周思琦死里逃生了 所以在防守战算是范国城的 判断失误造成了这个结局 相信这个经验 也可以让他得到宝贵的经验成长 以上是本集的中思看门道 我是安楚歌 咱们下次见 掰掰 所以这个时候 富邦挑战失败 新元旭的tap 最后是没有提早的碰到周思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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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